哈啰 Pissify 的朋友大家好 菜瓜布在我们的心目中应该就是长着像这样子 黄色配绿色这种搭配法 今天就要为大家来打破刻板印象 介绍 Pissify 的一位新成员 就是他安心菜瓜布 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们早在前几天就为大家做了一个实验比照子 就是我们把这两个菜瓜布 同时放上一样重量的重物压他 看看他的回弹度啊 跟他的支撑力如何当中 实验的第一天呢 就已经看到黄色这个菜瓜布很明显的 他就是搭起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印在上面 他到第二第三天的时候呢 他已经擦现得非常的明显 但至于我们的安心菜瓜布呢 真的是太长了 他一点都没有变耶 我们就是可以了解到他的这个海绵的支撑性啊 持久性是非常好的 证明他是一个非常耐用的菜瓜布 就算他是有回收材质 他也不会影响到他的实用性 那他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非常的优秀哦 我们这个安心菜瓜布 就是有30%的宝特瓶回收TEP做成的 不只是耐用 而且他还有回收材料制成 就是双向环保 再来的话就是他不含藕蛋的染料 藕蛋染料是一种被运用非常广泛的染料 那他的话其实是会分解出很多令人致癌的物质 所以是非常危险的 他不含金刚砂 一般菜瓜布背面的这边呢 有很多都是含金刚砂的成分 他如果就是用来刷洗你心爱的碗盘 或是悲剧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会造成一些刮痕啊 磨损之类的 那我们的安心菜瓜布呢 就可以非常的安心的刷洗你心爱的碗盘 或是锅具哦 菜瓜布大家都是多久换一次呢 这边的话 其实本来要建议大家 因为台湾的气候非常的潮湿 很容易滋生细菌或发霉 大家至少要三周做一次更换哦 最后呢 他一定是要配上我们的洗碗泡泡慕子一起洗用啰 你看他们在一起是不是很搭 放在厨房超美的 而且不只是美观 他也是非常好用又难用的哦 欢迎大家至官网选购哦